这绝对是户外简陋的天花板级别了 两位小哥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场内 发现一台超级稀有的跑车 一台满车长满荆棘的 1994年庞迪亚克火鸟 这一代的火鸟外观 虽然没有1976年的火鸟那么惊艳 但是在动力和操控上却提升了很多 两位小哥也是不忍心 这么一台好车荒废在此地 于是决定将这台庞迪亚克修复后 开回去做代步车 两人也是说干就干 不知道在哪辆车上去借了一个车台 而另一个小哥则是拿出这辆火鸟的车钥匙 只见这车钥匙有一米来长 而材质为体 随即再拿出一个能充气的交代 想给交代中家满气把车门的缝隙给撑开一些 把车窗撑开后 小哥拿着一米长的车钥匙伸进缝隙 想以此方法来将车门给打开 可以看到小哥的动作也是非常的熟练 肯定是经过日积月累苦练而成 没出几分钟小哥就成功将车门给打开 而更让两人兴奋的是 竟然还在驾驶室内找到了这台火鸟的串子 但同时还有一个坏消息是驾驶室内没有主部坐 不过这对于两人来说那都不是什么 到时候随便去拿台车上借两个座椅机吧 随即两人拿着钳子就开始对车顶上涨的荆棘下手 因为要是不把这些荆棘处理掉以后 后期不便于对车辆进行修复 可以看出这涨出的荆棘也是挂满香甜的 捡好后小哥也是将借来的轮胎给拿了过去 两人也是赶紧将轮胎给安装在车上 装好车胎后小哥也是进入空空荡荡的驾驶室内 将引擎带给打开 这一打开机舱内整体还算规则 就是不知是个傻小动物竟然在里面给拿驾 小哥也是赶紧拿出大电宝来给机舱内的电瓶进行搭理 结果突然发出的声音也是让小哥意识不知损 小哥也是赶紧将其关掉 搭好电后小哥也是赶紧进入驾驶室内 摇了摇换挡把手后把启动钥匙给插了进去 想尝试启动这台荒废了十几年的火鸟 出案子 不过这样的坐姿实属有点骚操作 可当拧动钥匙后这台火鸟完全没有任何 驾驶室内的小哥也是赶紧让同伴再拿一台搭电宝来 而同伴也是时程直接拿来三台搭电宝给拟接上 可无奈的是就算连接好三台搭电宝 还是无法让这台荒废十几年的火鸟发动机给出费 不管小哥如何拧动车要是鸡汤内还是如此安装 随后又拿来两台新的电瓶来安装 把电瓶安装好后小哥再次进入驾驶室内尝试起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成功将这台火鸟给启动了起 启动后小哥也是将其的搭电宝给拆除 随后小哥再次进入驾驶室内 准备将这台荒废再次多年的火鸟圈 可以看到车顶 荆棘还是给小哥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直接将火鸟给网络 随即小哥也是加大油门想将气给开出 只是听到这次的声音就知道 这些荆棘肯定给车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经过小哥不断见歇性的给予 最终成功将这台荒废十几年的火鸟给开了出来 随着火鸟的开出荆棘也是突然倒大 而这台火鸟也像是成熟了困死的玻璃人口 被小哥狂野的驾驶发出阵阵的吼响 来看一下这台性能车荒废公司 是否还能封开 看着从浓浓的灰尘中开出来的银 是不是感觉今天两位小哥还真是剪刀榜 不过意外总是伴随着惊喜 这一打开引擎盖就闻到了什么烧焦的味 仔细一看好家伙 凌鸟竟然气味 不过还好火苗还没彻底的燃烧开 小哥也是赶紧找来水盆将气给浇灭 忽然费了如此大的劲 就得彻底报复了 到时候还真是咕都没力 随即两位小哥就准备给这台荒废十几年里 做一个全车外观的大股价 先是用高压水枪对全车进行空袭 可以看到车漆上都长出了绿色的苔藓 就可得知这荒废时来年一点也不减 而另一位小哥则是用洗车泡沫对全车进行擦拭 这样在两人的配合下也是很快将这台火鸟给清洗了出来 随即就拆开驾驶室上方的天窗 不过另一边的天窗卡子却出现了问题 两人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给拆卸下来 这下这台火鸟瞬间就变身为厂房跑车 还别说以前的设计师比现在的设计师更不合适 不像现在的设计师 只会搞些什么花里胡哨的外观和中控大延瓶之类的 随即两人也是对机舱和驾驶的清洁 特别是机舱内是重中之重一定要清理干净 不然机舱内要是再来一次火灾就得搭比较 接着就是对驾驶室内的清洁 清洁后就是安装找来的主速驾驶的作用 把车辆准备好后 两人也是驾驶着这台火鸟到处溜达 这样一台经典的性能车你们想起 看像这样的原地烧胎更熟悉